本土确诊昨天公布了是新增80835例 比前一天少了一些 但是中重症以及死亡都在场新高 今年累计染疫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上千例了 根据统计发病三天之内 死亡的人数占了47% 专家质疑可能是因为投药的速度比较慢 导致死亡 建议最好在72小时之内就能给予患者口服药 来降低死亡率 本土疫情又出现变化 28号新增80835例 其中59525例是快筛羊确诊 占了73% 但是前一天才冲破94000多例 只隔一天又降到8万多例 这是否代表9万多例已经是高点 5月22号 那时候低推估4万 从5月18号 看起来就是在一个高原区里面这样走 基本上是稳定的 未来的发展以后 还是需要再观察 专家临时必推估 如果5月20号算是疫情高峰 6月底或7月初 应该就可以看到曲线明显往下 但是28号新增408例中重症 死亡高达127例都创下新高 累计今年已经有1058例染疫死亡 万分之六 个案数已经在高原期 单日致死率会在爬高 根据统计 发病三天内死亡的人数 占了47% 引发专家质疑 可能因为投药速度太慢导致死亡 专家黄利明建议口服抗病毒药 一定要在发病五天之内给药 最好七十二小时内就给 而且目前单日给药率最高百分之十一 给药率至少要百分之十五 才算符合标准 早期去做PCR 早期投药 这样他们才能减少他们的死亡率 只会重新强调 目前国内还有超过六十五万份 辉瑞口服药 以及超过九万份的墨沙冬 二十六号也再采购了 二十万份的墨沙冬 即便染疫人数增加五百万人 药物仍然是足够的 但是专家强调 除了给药速度之外 还必须及早揪出染疫的长者 以及提高七十岁以上 第三剂疫苗覆盖率达到八成 是降低重症死亡率的关键 记者张佑慈王一众 台北报道 这一天外界最关注就是 小朋友的问题 昨天指挥中心再公布了 昨天再新增了 有两例儿童的死亡个案 那么另外还有一例是重症 目前已经累积有 二十例的儿童重症 其中九例是并发脑炎 那么谢中学的医师 他示警了 他说猛爆性的急性脑炎 病成最快一天 不过呢 如果能够撑过四十八小时 急性脑炎几率就能大幅下降 影片中证明幼童 姑息急促胸骨凹陷 因为染疫引发笑口症状 除了会有咳嗽如狗肺味 另外也特别呼吁家长需注意 吸气出现喘民 胸骨或肋肩凹陷等四大警示 就应该尽速就医 耗发年纪还是在年纪比较小的 尤其是小于三岁的小孩子 儿童染疫真的不能大意 二十八号再增两例死亡 另外也新增一名七岁男童重症 患有先天性代谢疾病 发病当天发烧到三十九点一度 间接性抽搐 眼睛走路偏右怀疑是脑炎 目前国内累计二十例儿童重症 其中有九例脑炎还有十例死亡 医师谢宗学市井猛爆急性脑炎 几乎都是在发烧的当天或是隔天 发炎反应最猛烈的时期 推论只要撑过四十八小时 急性脑炎几率大幅下降 但为何会并发脑炎 专家也提出四大致病机制 像是感染后病毒会直接侵犯脑部 也可能是细胞激素风暴 另外血管内皮细胞受伤 以及其他器官受损 导致代谢异常都可能是原因 那有的时候会引起一种叫做 细胞激素风暴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伤到了我们很多的器官组织 而可以学会复命书长 詹盛林分析 根据美国模式推断 台湾十八岁以下 可能有八十万人感染 死亡约三百二十至八百四十人 我们在儿童医疗照顾上 应该是比美国好 幼童染疫重症死亡人数增加 政府决定六月起针对零到六岁 发放无计快筛试剂 但幼教团体呼吁应该比照欧美模式 每周给予孩童免费快筛 才有足够的防护力 继续红明军 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澎湖也发生了第一起 学童确诊的重症个案 紧急后送马公救治 主要是在青梅岛上 一名没有接种疫苗的小二男童 他确诊了全身无力头痛呕吐 由轻症转为重症 好 卫生所担心他会脑炎 立刻后送到马公急救 确诊男童穿着雨衣 在医护人员引导下 慢慢走上海巡队警艇 这名男童居住在七美离岛 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疫苗 疑似是因为班上同学才染疫 男童27号早上确诊后 开始全身无力头痛呕吐 因为家中妈妈和阿公 都是身心障碍者不会照顾 这病情越来越严重 卫生所诊断可能引发脑炎 紧急申请送往马公本岛就医 晚间男童穿着雨衣 包着棉被坐在船舱外 在阿公和乡公所人员的陪同下抵达本岛 目前男童血压偏低持续头痛 以头药努力救治 澎湖疫情急速升温 累计超过2000例确诊 28号出现首例重症死亡案例 一名患有多个病史的78岁妇人 21号开始发烧咳嗽 快筛阳性后到附近诊所领药服用 23号突然喘不过气 紧急送医 27号病情突然恶化 呼吸急促血压下降 28号凌晨努力抢救后 国人宣告不致 澎湖县府表示将加强防疫 阻止疫情蔓延 接着严育龙叶宇娜澎湖报导 行政院规划将再投入345.6亿元 要振兴观光以及服务业 但是振兴方案要等到9月才分阶段上路 国民党批评产业纾困 当然应该要立刻开始 民进党政府却等到要选举到了才纾困 真的是莫名其妙 等到9月这些产业都倒光了 对此苏仁昌表示 他说今年的情况跟去年扑洞 那么行政院认为钱要花在岛口上 另外来看到了 目前单日的确诊死亡率高达4成7 专家质疑是给药太慢 专家认为给药率应该要达到15%才行 OMCRAN夺命超过千例 确诊后三天内死亡就高达4成7 专家质疑是给药太慢 即便单日给药率从一开始的1.7% 上升到5月27号给药率达14% 恐怕还是不够 抗病毒药物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5天之内要投药 但是你从确诊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耽误掉一些时间 重症危险因子的人 刷个15%或20%我觉得是差不多 抗病毒药物就是要在发病初期投药 才能降低转中重症的几率 但政府习药如今 蓝军大骂让民众错过黄金治疗时机 什么东西你为什么不赶快给药 缺药吗 不是给你钱了吗 给你8400亿了吗 真正用到防疫的 就有1466亿了 占17.5% 本末导致 不只抗病毒药物 清关一号全台缺货 卫福部声称每月8万多人份 但取得公费清关一号的确诊者 只有0.26% 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没有超前部署采购 导致现在一药难求 都没有三亿毛钱 要钱给钱 现在是不给药 害死人 而政院预计再投入345.6亿 振兴观光服务业 但9月才要上路 蓝军炮轰 根本是为了选举考量 9月这些 不需要你纾困的了 找到光了 等到9月 你不要等到宣级到了时候 才要纾困 没有疫苗 没有四剂 然后医疗的量能不足 各方面准备都不够 造成这么多的伤害之后 又说要来发钱 说明了民进党的这个心虚 这种一种赎罪的心态 蔡政府搞砸了防疫 再来食恩撒币 对老百姓来说实在折磨 这一张乔林佩杰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 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